大家好,我是尼亞斯 今天呢,我們要來買一點東西 讓我們來看看錢包裡面到底有多少錢吧 沒有半毛錢 發生什麼事情了 這什麼東西 我看一下 PC Home 24小時購物 這是什麼鬼啊 難不成我的錢都花去這個地方了 這也太奇怪了吧 我們來猜猜看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好了 到底讓我傾家蕩產的是什麼東西呢 WeeWoo Phenny Phenisy 手機智能穩定器 我不會念英文,不好意思 這個要價兩千多塊 瞬間讓我的錢包 荷包在哭泣,大家知道嗎 沒有半毛錢掉出來啊 我真的 這個荷包可以丟掉了 掰掰 沒錢了 好 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這個 開箱這個 手機的那個 叫什麼 穩定器 它算是類似二軸的穩定器 一般三軸是手機上下震動 左右震動 前後震動都沒有問題 它二軸是左右震動 上下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然後前後應該也還好 還是一軸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的網速上蠻好用的 聽說好像是中國的廠牌 但是我覺得 真的很有質感啊 大家可以 稍微繼續看下去我這部開箱影片長 那我現在來拆 拆完之後打開 其實 內裝也是蠻有質感的感覺 它有送幾張那個 快速操作指南 然後還有 呃 產品使用說明書 還有 產品保修卡 真的蠻有質感的 我覺得這個感覺不錯 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訂的是黑色的 那我就把它拿出來 OK 拿起來呢 其實 有一種 金屬的感覺 對 然後 其實它就是這樣子啦 手機擺在這中間 然後拿著這個地方 它就會一直平衡這樣 只是 它需要電力這樣 那 其實它有一個 這個 棒子可以裝 為什麼叫棒子 可以裝在這邊 它就可以這樣 手握著 就是 就是怎麼講 錄影 對不起 我很久沒有拍開箱影片了 好 那其實呢 它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它還有附那個充電線 充電線在最底下 我要把這個 充電線就是這裡 我就不拿出來 它這個包裝也很有質感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對 那其實箱子裡面還有一樣東西 好 這一樣東西就是 呃 這一次買這個 手機穩定器的 額外送的一個 自拍棒 它是可以生長 我們來開開看 好像也是金屬質感的東西 它這個廠牌的東西好像都是 比較偏金屬質感 握起來真棒耶 等一下 這怎麼感覺很像交通警察的那個 不是交通警察 喔 我知道怎麼生長了 它這邊會有一個 它這邊有一個 呃 對焦 對焦 孩子 孩子對焦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那個 解鎖的畫面 有沒有 在這裡 啊 這一邊還有一個 鎖住的符號有沒有 有吧 對不對 鎖住的符號 你轉到這邊 呃 你轉到偏中間這個點的時候 偏中間這個點的時候 它是只能拉長一點點 如果你把它轉到解鎖的地方的話 你就可以往上拉 拉很長 拉很長之後你再把它轉回去 它就不會掉下來了 那如果你再轉回去的話 它的鎖就會比較容易掉下來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還蠻實用的感覺 那我們再把它裝上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可以 像一般人在拿三桌穩定器一樣 自己錄製自己的Vlog Vlog 或者是 一些Pokemon GO之類的遊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裝好了之後呢 其實它在這個地方 也做得很貼心 它可以往下折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這樣子錄影 然後再把它鎖定就好 就沒問題了 對 那 基本上 我覺得還是斜斜的好了 斜斜的 然後把它鎖起來 這邊有一個卡鎖 你可以把它往上扳 它就鎖起來 那我就可以這樣 錄影了這樣 只是需要電力啦 然後這邊這個地方 其實反光感覺不錯 哇 我都照到我前 我旁邊的櫃子超亂 不好意思 OK 呃 其實它按旁邊這個 開 呃 這個叫什麼 它其實按旁邊的這個 電源鍵按著 它才會開 如果你不是按著的話 它就不會開 按著之後呢 你看喔它這個東西 有沒有看到 中間這個東西 它就會跟著搖擺 而不會就是 呃 奇怪的部分 那我現在用手機來實測看看囉 好了 基本上我現在是裝著 就是這個 穩定器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 左搖 又晃 左搖 又晃 感覺晃的程度 沒有到那麼高 如果我是上下的話 可能感覺得到震動 左邊 好往下 平移 右邊往下 平移 看起來其實都還OK 那如果在走路的時候呢 可能有時候會這樣子 轉過去轉過來 轉過去 轉過來 好其實我 我房間蠻亂的啦 呵呵不好意思 我房間 旁邊有一些東西啊 一些模型之類的東西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還算可以啦 我覺得可以接受這樣 大家覺得如何 還不錯啦 把我錢包的錢全部花光了 呵呵呵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床上面已經 蠻 蠻髒了其實 對啊 不是蠻髒 蠻亂的 都是 剛剛拆開箱的一些垃圾 等一下會拿去丟這樣 然後今天其實我 剪了一下髮型 這是我新髮型 對 那 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 這個的 開箱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或是訂閱 或是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搜尋我們看 那如果更多人看到我 就更多人繼續說 希望按著訂閱 不要加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還有每次上傳影片 我是開直播師喔 就會通知你喔 那我們下一節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Bye